另外关心医药新知 巴西圣保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最新发现 在治疗二型糖尿病的过程当中 市面上许多的营养补充品内 只要含有足够的维他命D 就可以帮助降低或是稳定人体内的葡萄糖 也就是说可以有更好的控制血糖 北美更年期学会最新发布的医学报告显示 虽然糖尿病患的胰脏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 结果造成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过高 不过在经过680位年龄介于35岁到74岁的女性研究中发现 她们体内的25抢肌维生素含量也偏低 因此透过补充维他命D加上固定晒太阳 不仅可以提高体内维生素D达到正常含量 且有助于降低协议中的葡萄糖水平 主要原因可能是维生素D可促使胰脏 分泌出的胰岛素运作更加活药 东文西文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看你的科码 拜 trois 我觉得 我们促一度 就算一个 一个